我说 晚上泡碗饭也行啊 我一把年纪 睡眠不好 每晚被你门铃吵醒 你有病吧 每次出门都这样 不管什么时候 都低着头玩手机 你 我什么我 你就跟我说 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 我和你是邪对门 不说别的 那门铃声 小的我自己都听不见 我已经让外面给我打电话了 我就纳闷了 你到底是怎么听见的 我说 大叔 你到底是怎么听见的 啥 我那是工作 领导随时有事情来找我 每天工作回信已经很累了 你还一直用这样的态度来对我 你要是想分手 就别找借口 直说 大叔 现在都不按门铃了 直接给他打电话 大叔 不按门铃了 现在都给他打电话 晚上还要打磁巴 太早了 不信 不信 可能这个事情也不是这么看的 不这么看 不这么看怎么看 我是横着看呢 还是竖着看 大叔 散步 好 好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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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